大陸贵州省仁淮市 七日晚间发生千人示威事件 事件起因传民众不满当地政府拆除违剑时 水泥板击中五名工人 导致二死三伤 愤怒市民冲进政务大厅 砸碎门窗玻璃 还有人推翻车辆血分 当局出动大批警力驱散示威者 并带走数人调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其日呼吁中国大陆当局 应该立即释放盲人维权律师 陈光诚的侄儿陈克贵 并且停止对陈光诚与陈克贵家属的报复性行动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 住宅违剑风波越演越烈 要求他下台的呼声高涨 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周五提出 要求成立专责委员会 以特选法调查梁振英住宅违剑 但在保皇派护航下 动议被否决 河北省湘河县一位农民 自行研制圆球型逃生设备 自称是2012诺亚方舟 可以在14人海上漂泊5个月 已经下船试验 新唐人亚的电视整理报道